現代人還有這樣的人 是1950年 一個早上一個年輕人去見一份工 當時他就跟他見工的人說 錦先生 我為了你這份工 我是可以鞠躬盡水死後夜的 不過當時我是用英文講的 大家都知道 真心說話 用外語講 真心很多 Mr.金 I am going to try so hard I die 不不不不 死而後夜的翻譯 I die afterwards 鞠躬盡水很難翻譯 但不要緊 我懂鞠躬就行了 I die afterwards 是真人真事 因為這位金先生 就是金國亮先生 真事 當時我跟金先生說 我可以鞠躬盡水死而後夜的金先生 怎樣回答我呢 金先生又說 我們在這個階段 大家不需要承諾太多東西 我當時心想 如果每個女孩子 好像她那麼冷靜 我這輩子都沒有運行 Mary 我真的很愛你的 我永遠都愛你 我永遠都愛你 在這個階段 大家不需要承諾太多 你被人揭霸不要緊 你不要揭霸得這麼斯文 人家明明是出千 你跟他說 等錢花 為何不試一下 申請中緣呢 那結果怎麼樣 各位 結果 阿金先生是請了我的 Hey I die man 所以到今時間 我都非常感激阿金先生 那當然